來到農曆4月15天傑座滿月 由這一刻開始到農曆4月底即西曆5月22日 根據各下的太陽或上星星座 自身整體運勢會怎樣呢? 在我就處12星座專題去分析你們各自身整體運勢之前 現在先做一個general 全人類的星盤分析 聽得明白我說什麼 現在不是只說天傑座 是全12星座 今次這個滿月圖的亮點 就是這個月亮 在答正這條ASC這條上星座 答到正一正 還有它是去天傑座的 根據我的經驗 理論上如果月亮去摩蠍座 又叫山羊座 這個位置叫Detriment 理論上其實是比月亮去天傑座 這個叫Fall的位置 不好意思中文其實我不是很懂 因為我以前讀占星我都不是拿中文讀的 其實我是用法文讀的 因為我的師父是法國人 但其實也不是全部是法文的 因為他的英文都可以的 所以有時候會英法夾雜 所以先言歸正傳 理論上 其實月亮去天傑是一個似一等衰的位置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根據我塔尖暖南 看這麼多星盆的經驗 其實月亮去天傑是更衰的 然後看著 月亮搭正這個一公投 ASC這條族 然後整個本帝的亮點就是 除了月亮去天傑這麼衰 還有木星 在這個摩奇也叫生日 也是衰 因為整年的位置都是這樣的 這個不續遺跡 然後其他全部的地球 其實我們都是叫Peregrine的位置 即是游離 全部是一些 完全是很不適合的地方 除了什麼呢 除了土星 土星在水平 土星就是黑色這個象徵 我覺得好像一個日文字 其實我不懂日文的 但是有時候有些日文字 是否看到這個類似的東西 好 除了土星響水平是一個強勢 不過土星也很快逆行 所以原來這個 就是伴隨著這個滿月 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還有我想說 其實伴隨著這個滿月 也不只是說 接下來這十幾天的能量 其實是可以去到大半年 告訴你 其實滿月的能量是可以去到大半年 但是我有時候做這些星座運勢 所以我就讓大家去簡易點明白 簡易的話 我和你覺得 其實去到農曆月尾 但其實supposedly 是講到接下來的大半年 好了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同時我們要看一下火星 火星呢 就在容許道之中 就四分緊 金牛這個游離的水星 和三分緊 在雙子這個游離的金星 OK 再說一次 因為月亮在天竭這個一公投 原來接下來大半年 尤其是這十五天之內 OK 會有很多冷血 冷暴力的事情發生 OK 如果真的要比較熱血一點的話 就真的大家會很容易 先是口角 雖然沒有 很多這些衝突爆發出來 是的 由你去到最親的人 或者一些陌生的人 OK 甚至去到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看過我最近的塔千亂男星盤分析 那你們找回hashtag OK 那最近那個呢 我都說了 現在在世界上 是的 接下來呢 就無論在政治 經濟 民生 社會 都會爆發什麼呢 就是說我講了很多東西 包括戰爭 是的 包括戰爭 大家要小心一點 還有因為接下來是很crazy OK 即是冷冥黃星已經是疫痕當中 OK 還加上5月11月13日14日 OK 差不多是conservative的三日 11、13、14 即是差了12 土、金、木、三星 雙計都會疫痕 OK 然後木冥是黏在一起的 即是木冥一起黏著疫 OK 然後土有東西金有疫 OK 然後冥土都是雙胸症 兩粒胸症 是的 然後金木是兩粒急症 是的 加上這裏的力量 是會空上加空 大家真的要小心留意 那當然 如果配合今次這個滿月 就有其留意來近這15日 其實根本上這大半年都會發生很多激烈的鬥症 或者是一些很冷血 一些神經刀的暴力 OK 大家麻煩 即是出街都要戴頭盔 還有要一眼關室 不要經常摸著耳朵在聽歌 有什麼好聽 留意一下自己身邊發生什麼事 OK 如果不是萬一一個不小心被人斬了 你都不知道 金牛金牛 你們的貴人運開始沒有了 但是呢 其實應該將這個優勢的離去 即是聽起來好像一個劣勢 對不對 也都將它視之為一個優勢 就會覺得像是一個壓力去推動你 是的 什麼叫貴人運開始沒有呢 過往你們的一些長輩員 一些很照顧你們 很看得起你們的 例如一些老闆 會去提醒你 去教育你的人 以及包括你們的老師 是的 就算是職場唱 有沒有一些人經常去教你做事 去幫助你 去提點你的 還有如果 聽著一些金牛座的學生的話 再說一次 金牛座是無論太陽或者上升星座 都是金牛座 即是說 太陽我上升是金牛座的人 OK 如果你們是學生的話 過往有一些老師 是挺看得起你們的 挺喜歡你們的 很肯教你們的 但是偶爾在這一期 他們就會慢慢 漸遠你們而去 OK 我猜物論 他們是 衰 忽然之間 不喜歡你 有些自私 是的 想收藏一些東西 是的 自己都留下兩走 不教你們 OK 大家都知道世界上 一定有這樣的人 對不對 好 這是一個比較壞的心理 還是一個如果要正向心理去說 就是可能 他們都是想去推動你們去成長 所以有很多地方 開始讓你們去自己摸索 OK 無論如何 他們的 intention 我不要理 但是大家都聽得明白 就是說 咦 原來一向背後 有一些東西去提拔你們 去推動你們 去教育你們 去指點你們的人 他們慢慢會 在這一段period 會離開 那 落空點想 OK 你覺得 它是放手 然後讓你自己去摸索一個自由 去自己闖出一片新天生地 所以真的記住 接下來 要去 就是自己去 將你一路學到的東西 是的 還有都感恩它對你的幫助 然後學以致用 是的 看看自己的那個能力 可以發揮到多大 那這個是我今期 給金牛座的忠祝 還有 最後我想提醒大家 你知不知道 你們今期 在接下來 去到農曆四月尾 如果有一件事 你們想去學的話 你們真的會學得很成功 是的 所謂這道成功 我又不可以說 它將來一定會變成你一技之長 會成就到你的事業 未必的 但是起碼真的 學得會上手 還有你們會喜歡 是的 還有這件事 都是幾符合 你們自己金牛本身的taste 是的 我怎樣看得出這件事 這件事是靠塔羅牌去看的 是的 如果想知道你們今期 應該去學些什麼 會得心應手 還有你們會喜歡的 記得第一步 先去like這個post 如果是facebook的朋友 麻煩 要去給那個紅色心心 不要給那個藍色手指公 第二步 就是去comment去問我 然後第三步 我就會p.m.各下 究竟你們今期應該去 開始學些什麼 也來